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是正在突飞猛进的韩国经济 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毁灭性打击 铺天盖地的失业潮 让整个国家都笼罩在一种低迷的气氛中 哈喇喇,我是专马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 以亚洲金融危机为背景的 《挑战与复仇三部曲》的第一部 《我要复仇》 导演用一种出人意表的角度 观摩了这个世界 然后用镜头 把他的视角放大到我们的荧幕里 我们会跟着他一起绝望 失魂落魄地 一起对那些美好的东西失望 然后再从绝望中寻找希望 最奇妙的是 故事里那般的连锁反应 某种程度上 微妙地正在当今世界重演 电影开场 电台播音员正深情朗读这一封信 柳是一个身性纯良的聋哑少年 自小父母双亡 和姐姐相依为命 姐姐放弃学业 打工工弟弟念书 结果操劳过度 不幸患上了重度肾衰竭 柳想尽一切办法挽救姐姐的生命 她做出了肾脏移植手术的决定 但检测过后 却被告知 她和姐姐的血型不匹配 就算等到合适的肾源 她也无法承担起高额的手术费 柳只能放弃学业 一边打工攒签 一边等待圣员 因为身体的残疾 只能进场当一名工人 她的工作时间是别人的两倍 即便下半的铃声响起 她也依旧拖着疲惫的身躯 重新回到场里 日复一日的劳苦 让流泪的喘不过气 而作为聋哑人的她 从来都是无从倾诉 只能加压力 转化到挥出去的棒球棒上 仿佛这样能够化解掉她内心的愤怒 尽管作为弱势群体 柳却始终对这个世界抱有善意 路上遇到行动不便的孤寡老人 柳会主动帮她提裤子 他们同是被社会遗忘的边缘人 只能互相帮助 在无人问津的角落渐渐老去 柳和姐姐住在一栋老旧的居民楼 环境和隔音极差 四周邻居的所有行为 都能穿过这薄薄的墙壁 赌博 咒骂 夫妻之间的激情 在这里都没有任何隐藏的空间 有时连房顶的吊灯都会跟着晃动 柳和姐姐面对面睡下 背景音里的噪声往来不绝 但是柳游于先天残疾无法听到 嘈杂的环境却使身患重病的姐姐 所受的痛苦又增添了几分 日子这样继续下去 姐姐的病情没有丝毫好转 柳也一直没有接到医院的通知 当病痛发作时 姐姐会疼得满地打滚 痛苦地嚎叫着 但这一切柳同样无法听到 自顾自地在一旁吃泡面 而姐姐痛苦地喊叫 在一墙之隔以外 却被几个年轻人 听成了带有情欲意味的声音 他们对着不知来源的叫声 填补想象 肆意地发泄着自己的欲望 这或许是一种苦中作乐 这一幕也让影片沾染上了 些许的黑色幽默 镜头给到了柳的女朋友 电脑荧幕上显示 她正在起造一个 无政府主义同盟判决书 同时揭示了她是一个极端的 左翼革命者 刘来到女友的家中 画面中的镜子将两人一分为二 镜子作为打收与交流的必要工具 也成为女朋友打收与讲故事的道具 两人开始了不着编辑的对话 面对女友的奇怪言语 柳有一些诧异 同时显得不知可否 柳回到了工厂工作 尽管她工作的努力程度 堪称劳模 但是时代正处于经济下行的浪潮中 遇上了人员财车的大趋势 首先受到节骨的 便是柳这样的残障人士 面对着工厂领导递过来的签字笔 柳显得不知所措 但是她没有办法用语言来争取 这份工作的机会 她沉思了许久 想到如果接受解雇 还可以得到一部分的赔偿 就这样 柳在合同上签下字 按下手印 之后她再度陷入了沉默 全然不顾领导等她握手 脸上浮现的尴尬表情 办公室里的人 纷纷离开去吃午饭 只剩下呆坐在沙发上的柳 柳想不通 生活已经如此不公 现在就连生存的唯一希望 也将对剥夺 而柳之所以选择签下解雇协议 正是因为她现在非常需要一笔钱 由于医院无法匹配到 和姐姐合适的圣源 姐姐的病情又不见好转 柳疾病乱投医 和公共厕所里的小广告上的 不法器官团伙取得了联系 她带着一朵玫瑰花 当做街头信物 带着工厂的补偿费 和自己的血汗钱和不法组织的人员 来到了一处荒废的烂尾楼里 楼梯完全没有护栏 和柳目前的处境一样 得不到任何保障 几人爬到了高层 这里便是团伙的办公室 除了和柳接头的两个胖男人 为首的是一个面向歹毒的中年女人 有人表示 只需要一千万韩元和柳自己的一个肾脏作为交换 他们就会帮柳匹配到一个合适姐姐的肾脏 而这一千万差不多是柳的全部身家 他们仿佛算好了一般 催促他快做决定 比起怀疑 柳想救姐姐的心意更加迫切 无奈之下 柳决定孤注一掷 相信他们 第二天 柳再次来到烂尾楼 时不我待 姐姐的病情很重 柳交上了所有钱 并示意他们尽快开刀 或许是连麻药都没打的缘故 手术后 柳很快就醒来了 那尾楼里早已人去楼空 一切东西都没了踪迹 柳呆呆地坐了起来 单纯的柳或许到这一刻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一丝不挂的柳强忍着疼痛走到路边 眼里泛着泪水 向来往的车辆寻求帮助 柳的眼神里 有着无尽的迷茫和困惑 仅仅是活着就已经很困难了 他不理解 为什么人生总是这样的将他玩弄 画面在柳绝望的表情中假然而止 时间来到了21天后 没有人知道柳是如何回到家中的 其中的艰难我们不忍想象 此刻柳正在医院里 医生激动地向柳宣布了好消息 医院已经找到了皮肺姐姐肾脏的捐赠者 这样的速度堪称是奇迹 之前柳向医生坦承过自己的存款数额 这笔钱刚刚凑过姐姐的肾脏移植 只是医生不知道20天前柳身上发生的事情 便通知柳要在5天内给姐姐伴侣住院 以准备接受手术 这样一切就能顺利进行 柳的表情呆滞 仿佛命运再次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柳来到女朋友的住处 将这些天来发生的事统统告诉了他 直到实情的女朋友暴跳如雷 对着柳一顿拳打脚踢 面对命选一线的姐姐 她同样也很着急 但是事情既然已经发生 两人决定冷静下来寻找解决的办法 思索良久 头脑机灵的女朋友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笑法 绑架厂长的女儿以索要赎金 既然她能不留情面 先行将柳辞退 这次就别怪他们心狠 柳有余再三觉得计划不可行 但是姐姐的病危在旦夕 面对医院方面的催促 柳觉得这或许是拯救姐姐生命的唯一机会 女朋友再三解释 他们只是恐吓一下 并不会对孩子造成伤害 何况他们只是需要一笔救命钱 因此甚至算不上犯罪 他们自己也是迫不得已 面对女朋友的诡辩 柳被说服了 一不做二不休 柳同意了女朋友的计划 两人开始着手准备 第二天一早 两人便驱车前往厂长家的住处踩点 等待了许久之后 厂长一家人出现在了别墅的门口 看着豪华汽车的司机等候多时 看见此情此景 女朋友也不禁感叹 人和人之间的差距还真是大 这一辆汽车 或许就只柳十年不吃不喝的工资 同时安慰柳不要有心理负担 像这样的资本家被吊在路灯上都不足惜 更何况只是勒索一笔救命钱 丁绍行动开始 两人来到小朋友学习游泳的兴趣班 确认了孩子的相貌和体态特征 随后两人回到家里继续制定计划 并且复盘行动 女朋友再次提起了这次行动的本质 她依然坚持这是一次好的绑架 再三确认他们不会伤害孩子 只要父母愿意配合乖乖父亲 孩子就会被立刻释放 所以人们没理由将这次行为判定为坏事 刘的表情凝重 但不知道这次事件之后会带来什么连锁反应 为了姐姐的生命 现在也只能硬着头皮坐下去了 这天工厂厂长和朋友朴老板一起接孩子回家 突然车在路中停下 他们下车一看 原来是之前朴老板工厂被解雇的工人 当下经济萧条 所有行业都难免要缩减支出 而这位工人也是朴老板常立的工股之臣 声称自己从工厂成立以来一直忠心耿耿 八年都没有请过一天假 自从他失业了以后 妻子离家出走 就连孩子的饭钱都无力承担了 今天他找到朴老板 希望能够法外开恩 让他重新回到工厂工作 然而朴老板却并不领情 表示他的离职已经是板上钉钉 并且工厂里已经不再需要他的岗位 工人师傅走投无路 干脆拿出美工刀威胁 一片混乱中 远处的车内 留见到眼前这惊心动魄的一幕 又打起了退堂鼓 因为他的性格本就是善良懦弱 见到向自己老板行凶的工人 他觉得如果对厂长女儿下手 会立刻成为被怀疑的对象 女朋友提出 那我们索性选择朴老板的孩子 目标明确 因为朴老板和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柳和女朋友在厂长女儿他们玩的公园里装作玩游戏 果真吸引到了朴老板的女儿 上前和他们一起玩耍 顺水推中 女朋友编造了谎言 将朴老板的女儿带到了柳的家里 说是他爸爸的委托 朴老板的女儿对于新环境显得很兴奋 和姐姐玩得不亦乐乎 阳光洒进屋子 三个人其乐融融 这也是电影中为数不多的温情画面 但少见的温馨中却隐含着罪恶 姐姐完全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因为他绝不会同意以这样的方式得到不义制裁 柳只好撒谎骗姐姐说女孩的母亲遭遇车祸 受人之托将女孩记住在这里几天 女孩对谎称爸爸太忙这件事毫不怀疑 甚至有些习以为成 唯一的疑惑就是爸爸的朋友为什么这么穷 但是既然有人能陪自己开心的玩耍 那么这些事情倒也是无关紧要 距离手术越来越近 现在柳在女孩和姐姐玩耍时故意将她气哭 拍下女孩哭泣的照片用来完成勒索性的内容 并且用一根彩色项链换来了女孩手中的娃娃 他们将娃娃涂上红色颜料和照片一同寄给朴老板 一事警示 信中同样写明了交赎金的时间和地点 短短几天 女孩和姐姐成为了亲密无间的好朋友 善良的姐姐非常喜欢女孩 但得知女孩只在这短暂的待上几天后 心里难免不舍 姐姐在纸条上写下了自己的电话 叮嘱她以后有空的时候可以过来找她们玩 哪怕只是打电话过来聊天 或许这也是寂寞的姐姐这些年来的第一个朋友 真心实意 但这一跨越年龄的友谊 却走向了一种无法挽回的结果 与此同时 这天一早 朴老板便带着准备好的赎金来救女儿 她按照指示 先是开车 随后经过地铁和开往乡下的小巴 来到郊区一处偏僻的地点 同约定的那样 朴老板闷住了眼睛 等待绑匪来取钱赎人 已经潜藏好的柳从屋里轻身走出 用麻绳和头套将朴老板绑住 去到前后 柳满意而归 心想这就将女孩送回去 姐姐的命终于有救了 一切顺利 她们也能以此开启新的人生 但就在柳外出取福金的时候 姐姐洗衣服时 在柳的一斗内发现了 柳被工厂辞退的前三非收据 姐姐难以相信这个事实 因为弟弟的工作 是这个家唯一的希望 她试着打电话去工厂询问 但是得到的答复 却是柳常年雷月 因为照顾她的缺情 姐姐气不成声 在了解情况 得知弟弟为了自己的手术备用 铤而走险绑架女孩后 更加确定了自己是拖累弟弟的原因 她无法直面这个现实 柳带着装满钱的箱子回到了家 女孩正在客厅里看动画片 见到柳回来后 她告诉柳姐姐正在浴室洗澡 展望着未来美好生活的柳 心情自然是兴奋非凡 这时 女孩从兜里拿出一张纸递给柳 那上面居然是姐姐的遗书 在得知柳的一切都是谎言后 姐姐无法承担如此的心理压力 更没有勇气面对面前的女孩 前方还有不知道多久的艰难生活 姐姐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来了断这一切 绑架是世界上最坏的事 让你为了我做那种事 对不起 快让那孩子平安的回家 我爱你 再见了 柳冲进浴室 但为时已晚 姐姐倒是安详的离开了柳 柳的情绪却完全崩溃 明明姐姐很快就能活下去 她不知道该怪谁 也无暇顾及自己的行为 到底是对是错 姐姐的离开 代表着这一切都完全没有意义 她想要嘶吼 嚎叫 想用语言追问命运 这一切的原因 但是她深思历劫 却无法说出 哪怕一个字 六 带着已故姐姐的身体连夜出发 她想将姐姐安葬在他们的老家 落叶归更 女孩在车子后排气不成声 年幼的她更无法理解这一切 深夜的路途一片黑暗 没有人知道前方还有什么在等待着他们 将死后的自己 安葬在老家的小河边 这是姐姐早就和柳说好的约定 天刚蒙蒙亮 柳背着姐姐来到了这条他们熟悉的小河 柳用石块 一点点将姐姐的身体覆盖 失去至亲的悲痛 让柳麻木 这时一个脑瘫患者过来捣乱 将姐姐身上的石块挪开 柳神色大便将她赶走 可接下来 她又被女孩亮晶晶的项链吸引了 女孩害怕的奔跑呼救 但是柳怎么可能听得到 她失足跌入了水中 这本是一场不会有任何人受伤的行动 可姐姐和女孩先后悲剧 柳出了错愕 什么也做不了 最后 她只是直身一人离开 朴老板在郊区被绑了两久才获救 她不知道的是 在这段时间内 她的女儿已经丧命 待到朴老板获救后不久 女儿的事情也被发现 朴老板哭得死心裂肺 明明都已经按约定付了赎金啊 没人能解释这一切 今年来绑架勒索案件频发 朴老板与其他家长一样 以为只要乖乖付钱 孩子便会平安无事 而自己一向正直的生活也从未在外树敌 作为单亲父亲 女儿是她唯一的寄托 面对着朴老板的倾诉 警官表示理解 这是警官的妻子打来电话 他们的孩子身患重病 同样需要一大笔钱来手术 警官无可奈何地和妻子说道 比起那些孩子被绑架撕票的家庭 我们至少还算幸运 再给我点时间慢慢想办法 女孩火花当晚不知是朴老板的梦 还是幻觉 女儿浑身湿漉漉的出现在她面前 女孩抱住她 说自己如果早点学会游泳就好了 朴老板因工作繁忙 没空陪女儿学游泳 随后这便间接造成了女儿的离食 她感到致命的愧疚和惋惜 而女儿的拥抱 或许是她留给父亲最后的温暖 朴老板便卖了所有产业 包括她自己的房子 朴老板知道 警官需要钱来给孩子治病 她以一大笔钱作为交换 希望警官能够为她提供绑架女孩凶手的所有线索 根据警官在女孩身上发现的纸条 他们通过姐姐的号码找到了姐弟俩租住的房子 但是柳早已收拾行李跑路了 房东表示并不知道他们的去处 在姐弟俩空空的出租屋里 朴老板看着左手的伤口 突然想起之前被辞退的美工刀工人 会不会女儿的死和她有关呢 警官和朴老板再次前往这名工人的家 在一个偏僻的村落 两人进入时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 这名工人当天蓝车所说的一切都是属实 他的确是这个家唯一的希望 失去了工作 生活难以为继 最终他们一家人服毒自杀 警官发现屋内还有一个奄奄一息的男孩 两人赶紧将男孩送医 医生表示太迟了 这个男孩存活的希望也并不大 没有头绪 朴老板再次回到姐弟俩的出租屋寻找线索 这次他偶然听到了隔壁房间收音机的声音 电台主播表示再次被柳的来信打动 柳始终保持着向电台寄信和画的习惯 于是朴老板来到电台 电台主持人将柳的画作拿给朴老板 曾经作为美术生的柳将最近发生的事情画了出来 他在河边将姐姐埋葬 河里则飘着女孩 反复缺人后 朴老板可以断定 帮嫁女儿的凶手确实是他们姐弟两人 朴老板来到了这条河边 这时那个脑瘫患者又一次出现 朴老板发现脑瘫患者的脖子上 挂着的正是刘基来的恐吓照片上女儿所戴的那条 而脑瘫患者居然拥有超强的记忆 他将柳的车牌号告知了朴老板 有了警官的帮助 朴老板寻找到柳 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失去了姐姐的柳 身边只剩下女朋友 柳固执的认为 造成如今这种状况的罪魁祸首 就是贩卖器官的不法团货 如果没有他们见钱 之后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于是 柳打算以女朋友为诱饵 引出他们 展开自己的复仇 以前以后的两个画面交错闪过 警官问朴老板找到柳之后的计划 同时女朋友也问柳 找到犯罪团伙后 他会怎么做 答案不悦而同 杀了他们 柳又去练习挥舞球棒 他眼里喷出复仇的怒火 他要向器官贩子复仇 朴老板要向柳复仇 复仇的绞杀漩涡形成了 接着发传单的机会 柳的女朋友 顺利的和器官贩子接头 接头暗号和上次一样 还是一朵玫瑰 与此同时 柳在体育用品店挑了一个很成熟的球棒 恰巧器官贩子正在买蛋糕 要了很多的干冰 可刚出店门 他们就把蛋糕扔了 他们只需要保温盒跟干冰 给肾脏来保鲜 跟着买蛋糕的器官贩子 柳找到了他们这次的大本营 在他开门的一瞬间 柳一球棒将其打倒在地 第一个贩子立刻失去了意识 而门内的景象更加残无人道 面对柳的突然袭击 两人显得手足无措 男贩子裤子都来不及穿 想要依靠体型优势制服单枪匹马的柳 柳的一棒没能奏效 反而被对方掐住了脖子 面对逐渐用力的双手 柳送上轻蔑的一笑 他还有一个暗器 柳成功拿下了贩子 柳肆意的发泄着愤怒 因为没人能再为姐姐的离去负责任 他们这一群骗子就是罪魁获收 在柳复仇的同时 独自在家的女朋友打开了房门 是循着线索找上门来的朴老板 被仇恨控制的朴老板 将女朋友绑起来 试图抗问出线索 同时 朴老板在屋里发现了柳和女朋友 和自己的女儿的合影 奇怪的是 这两人仿佛和女儿相处得很融洽 完全没有绑架者穷凶极恶的状态 只是女朋友拖着奄奄一息的声音开口 对不起先生 其实我们完全没有杀死你女儿的意思 这一切都只是个意外 我的组织是一个恐怖集团 他们知道你在找我 如果我遭遇不测 你同样也会丧命 朴老板不为所动 比起失去女儿的痛楚 这点恐吓对他来说什么都算不上 他再次打开了电击器开关 最终女友去世了 另一边 柳的复仇格外顺利 一切的罪魁祸首已经付出了生命 但是 柳同时也受了很重的伤 他还不知道前面什么在等着他 结束行动的柳回到女朋友家 结果发现电梯和走廊里围满了人 好像是发生了命案了 柳乘上了电梯 搬运尸体的病床和柳并肩而立 尸体身上的白布掉落下来 柳发现女友就在自己身边 柳低下头紧紧握住女友的手 在车里短暂的整理心情后 柳踏上了另一条复仇之路 这次他要帮女友复仇 他先是来到朴老板的住处蹲守 朴老板也得知了柳的新住处之后 潜伏其中 警官同样给朴老板打去电话 器官贩子都被柳杀掉了 现在的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杀人机器 警官劝他收手 甚至愿意归还朴老板资助他的钱 但恨意当前 朴老板不以为意 就这样 两人分别等待着对方 直到夜幕降临 等待无果的柳先回了住处 他惊奇地发现自己房间的灯还亮着 朴老板居然在自己家里睡着了 这令他窃喜又迷惑 但是身体受得重伤不支持他从窗户跳进去 他做好了完全的准备 想着进入房间后将朴老板一刀致死 他反复演练推敲 在伸手开门的一瞬间 柳的身体绷紧后抽搐 原来朴老板将门把手连接上电源 柳被电的昏迷 瘫倒在地 这朴老板是得了杨勇信争传啊 朴老板觉得门口有异想 在窗口确实忘记了被电麻的柳躺在地上 朴老板戴上电弓手套 将柳拖进屋内无声无息地将门锁好 看着昏迷中的杀女凶手 朴老板怒火冲天 他再也忍不住自己崩溃的情绪 想要就此结束他的生命 但是转身之间 他的动作停住了 他觉得 面对如此这样一个恶魔 就这么让他死掉 未免太便宜他了 天罡蒙蒙亮 折服了一夜的朴老板 拖着绑好的柳 来到了女儿丧命的小河中央 我女儿再次出溺亡 你同样会在这里结束生命 两人在和中央对视 被困住手脚的柳知道自己难逃一死 他也并没有恐惧 眼里满是解脱 仿佛期待着朴老板能够早些结束自己的生命 其实朴老板了解柳姐弟两悲惨生活之后 心情很复杂 他们被骗光前姐姐自杀 而且并未虐待女儿 女儿是意外死亡 眼前这个家伙并非彻头彻尾的恶人 他不是女儿死亡的主兄 但一切因他而起 因为他的绑架女儿才会死 你有你可怜和善良的那一部分 我也知道你是个善良的人 柳被丢入了河底 他至死没能和任何人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 而这或许是宿命 虽然一切与他无关 但是他早已罪孽深重 结束生命或许对柳来说是最好的解脱 柳就这样悄然离世 就在此时医院打来电话 朴老板和警官救出的复读工人的孩子 同样没能救活 朴老板无心在听 草草挂断了电话 他正准备将柳的尸体处理掉 但这人机罕至的偏僻山村 突然出现了汽车的引擎声 车上走下来四个人 他们面露蕴色 看起来不像是好惹得住 突然领头的回头和同伙对视一眼 同伙看了看手里的照片 向他点点头 随后三个人立刻将朴老板包围 一人向朴老板刺了一刀 而面向最为和善的男人走过来 将一张纸铺在瘫倒在地的朴老板身上 纸上赫然写着判决书 死亡宣判 朴老板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 人就交代了 四个人从出现到离开 都未开口说过一句话 还记得刘女朋友说的组织吗 他曾把朴老板的照片给过组织 如今自己发声不测 组织如约来复仇了 四人开车绝成而去 朴老板嘴里嘟囔着 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他的作案工具掉了一地 被警方发现真相是迟早的事 仿佛柳和女友冥冥之中 完成了对对方的复仇 而电影到这里即将落幕 但是这场无休止的复仇 却不知道是否真正结束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每一个复仇的人 在剧中都不是完全的恶人 却因为命运和意外 将他们逐渐推入黑暗的深渊 所有理性的思考 全都压在了自己的执念上 那就是不顾一切的复仇 每一次的杀人看起来 似乎都那么理所应当 但却都是死有余辜 那在平凡人的世界中 理解 宽容 放下的界限究竟在哪里 是不断完善的法律 还是无穷无尽的人性 作为《挑战欲复仇》 三部曲的第一部 《胡耀复仇》为这一系列 定下了明确的基调 它从最开始 便不是为了美好而生 这部电影从理性梳理开始 进而推进在人性的骤变中 原因的探寻 这一切都让整个故事 更显悲情色彩 导演的叙事方式是理性的 而影片中人物 都是因为发生了特定的状况 而变得违背了自己的本性 是在用一种理性的方法 讲述了非正常的故事 当复仇者们踏上不归路时 他们所要找寻的 是一种对于失落的人生的补偿 而这种补偿所产生的人生价值 却往往只能存在于 复仇行为结束的那一瞬间 这种短暂的满足 形成了戏剧的震撼 正如悲剧的力量 在我要复仇中 我们看到了 仇恨能够引发多么强烈的人性暴虐 而朴赞玉 似乎留给了观众 一个难以回答的疑问 是荒谬的人生催生了复仇 还是复仇 书写了人生的荒谬 按个赞再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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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